選擇站出來 因為都看著一直 一講起都有點激動 就等於香港人一直被警察打 牟股自民走出街都很害怕 我們現在這些普通人 都好像是乘巴士都不乘地 香港人加油 你今年幾歲 三十 剛才我們見到小朋友都站出來 是 沒錯 你覺得今天的氣氛怎麼樣 今天大家都 希望再多些人站出來 其實如果 大家都接受到政府和警察 這樣打壓市民的話 香港就會 完全回不回以前的狀態 你是否覺得香港變了 變了 在這裡生活了這麼多年 看著它一路一路變 其實我以前一定都不看新聞 其實這次真的都逼得我出來 你何時決定自己都要走出來 記不記得當時是甚麼事件 就是721的元朗事件 其實我一路都不太理政治的事 但是我覺得如果 政府是連警察都保護不到市民的話 市民就正經可以站出來 那站出來呢 怕不怕的 其實怕的 如果不是大家都不會戴口罩 為什麼都要走 因為就是越怕要越站出來 如果不是以後就會越來越嚴重 你覺得整個 如果反送中都出過100天 你覺得整個 造成香港亂國的根源是甚麼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很集的 但我覺得政府首先要解決了 一些當前的問題就是 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所以首先要停止 警察是不停地濫用使用暴力先 今天是11、70周年 在北京就是越冰 香港現在封城 好像整個商場 很多都是不開的 你覺得這種對比說明是甚麼問題 你自己去封了商場 還有他們說現在接近恐怖主義 都想叫市民 警方都叫市民不要出來 今天 其實我覺得他這樣 就是製造一個現象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出來 但其實市民那個 那個議員是很強烈的 你都看不到 是 那整個過程你站出來 你覺得最令你感動的地方是甚麼 就是香港人真的很齊心 以前其實感覺不到的 有甚麼話想跟國際民眾說 因為我們都是美國電視台的 你有甚麼話想跟他們說 現在美國都是實現著 香港民主和人權法案 是 很多謝大家支持香港 其實香港人加油 你不做錯了 快快快快 市民資訊權、新聞資訊自由和營商自由合格公司